今天下午纽约市长白思豪举行记者会对2014年非洲裔男子爱里克加纳被远警丹尼尔潘塔莱奥过档执法导致其死亡一案的判决做出表态 今天在2014年因为执法过档导致非洲裔男子爱里克加纳死亡的纽约市警尼尔潘塔莱奥被正式解除警察职位 白思豪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曾经和加纳的家人碰面通过谈话他能了解到加纳的家人遭受了多少痛苦 这对于他的家人来说是漫长的五年他们一直被告知司法系统会公正对待这个案子 但却一次次在等待中一次次的失望 这个城市过去五年承受太多伤痛和恐惧 伤痛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加纳的死亡 恐惧是因为担心正义能不能得到伸张 五年后的今天终于迎来了收获正义的时刻 希望这个结果能为他的家人带来一丝安慰 也为社区带来和平 但是这个案件的真正意义是为了在日后不会出现第二个加纳 这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从2014年至今 加纳案从根本上影响了纽约市警 36000名纽约市警员被重新训练 为的是让普通民众和警察更能够互相了解互相体谅 安全和公平是纽约市府必须同时秉持的两条准则 希望今天作为起点 让越来越多的纽约民众感到安全 犯罪率也能越来越低 加纳的悲剧不再重演 针对著名蓝调歌手R Kelly的绑架对未成年人性侵的指控 R Kelly于今天早晨与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出庭 今天的庭审主要是和法官的预审会议 R Kelly将在布鲁克林联邦法庭面临其他的性犯罪指控 有一位不具名的男子声称发现了新的证据 可以证实R Kelly的性虐行为 据称凯莉招募年轻女性组织非法性交易 她现在被指控脅迫未成年人性交易 绑架以及性剥削 如果这些罪名成立 她将面临最高275年的监禁 她之前在芝加哥已经否认了所有指控 R Kelly今年52岁 她在歌坛记录辉煌 在1994年的时候 就与Michael Jackson一起唱了那首冠军歌曲《你不孤独》 1996年又因为另一首歌曲《I Believe I Can Fly》 让它红遍了全世界 但是她在2008年的时候就被人指控过侵犯少女 当时的检察官就提供了R Kelly 与13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的影片 不过在开庭的时候 这个13岁的女孩并没有出庭作证 所以到最后这个控诉并没有成立 从2008年的时候 传闻她性侵 包括传言说R Kelly成立了神秘教会 专门去给女性洗脑 让她们成为她的奴隶 没有自己的思想 只为她提供服务 一名曼哈顿画廊老板 由于头戴支持总统川普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帽子 在华步街头被15名少年殴打 事发于上个月29号晚上7点30分左右 42岁的男子图兰在坚尼路附近百老汇 被一群同党疯狂殴打 导致左眼严重受伤 眼眶底骨折 图兰说 他们由于我头上戴着的帽子而打我 不断质问我为什么要戴这顶帽子 其中一名女孩把我的帽子拍走 当我试图捡回来时 却被他们追赶 其中一人甚至把我的头撞到铁柱上 他表示这顶帽子是较早前在第五大道的川普大厦之内购买 而他的David Parker Gallery画廊就位于附近的C57街 警员到场之后没有做出任何逮捕 部分原因是由于图兰无法描述袭击者的外貌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 我没有时间思考已经被围殴 那些家伙就像同党一样 警方证实目前正在积极调阅图兰的案件 并指他的证词可信 可是有两名执法消息人士却表示怀疑 暗示事件可能涉及图兰与其他人发生争执 消息指出图兰在预袭之后拒绝就医 其后自行就诊发现骨折 一直等到三天之后才公开指责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 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在周四晚间 声称要去东河游泳之后失踪 潜水员今天继续在河里搜寻男子的下落 警方表示 昨天晚间7点左右接到报警电话 报警的女子表示 她和这名男子当时在一艘船上 这名男子表示要下河游泳 下水之后就没有上岸 事件发生于东河的Foxneck Bridge 靠近布朗市附近 失踪的男子在40岁左右 今早潜水员再次下水 尝试搜寻这名男子的下落 今晨4点多 一辆电单车撞向一辆停着的机动车 电单车司机受伤严重 警方目前已经排除了犯罪的可能 车祸发生于今早4点多 位于布鲁克林的94街和Church Avenue的交界处 一辆电单车当时正在Church Avenue上 自动向西行驶 有一辆机动车停在路边 而这辆电单车撞到了打开的车门上 电单车司机的脖子和头部严重受伤 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救治 警方接报赶到现场 经过调查 现在已经排除了犯罪的可能 由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主办 2019年健康日活动 近日由曼哈顿华部举行记者招待会 主办方在会上介绍了活动资讯 并表达对此次活动的期待 We at the Charles B. Wa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欢迎大家来参加 欢迎来参加 在 Good Health Day上 会参加 上星期7月6日 上星期10日 在新居住 在溶甸中心 原来也在美国 大理由于 the community to show up for Good Health Day is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everybody in the community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healthcare and how to they need to get screening for for tuberculosis for hepatitis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for cholesterol screening they need to have their teeth checked and we have so all these services we have available at Good Health Day so they can find out more about where to access healthcare and they can come to the follow up and come to the Charles B. Wo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for their follow up care 健康日是医疗中心的传统年度活动 邀请了超过50个医疗或社会服务机构 以及合作伙伴 为社区民众提供增强健康意识的资讯 同时也安排了儿童互动游戏 歌舞表演以及其他示范活动 要了解有关即将举行的健康教育活动 请致电健康教育部或登陆网站查询 给大家看